问题的话 除了你可以做的方式之外 你还可以用其他函数 如果说你会的函数够多的话 那其实你就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 比如说在文字里面 还有一个函数 叫做TEXT 这个函数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很多的问题 有些像格式化的问题 那这个所谓的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换一个 像REPT加LEN 其实这个公式太冗长 有办法让它简单一些些 所以我们就 请你把综合练习复制一个工作表 改成TEXT好了 所以请特别注意 复制这个工作表最简单的方法 拖拉再加Ctrl键 有没有 你会发现拖拉过来 这个有个加号 意思是复制工作表的意思 拖拉加Ctrl键放开 OK这样就会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需要一模一样 因为你改了之后旧的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保留那个旧的 然后把这个地方改成叫TEXT好了 我们换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换一个用TEST函数 取代REP加LEN的话怎么做 那首先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所谓的TEST 有点像是怎么样呢 如果那个像84我要变成三码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格式的话呢 当然这里面没有三个字的 如果你要三个字你可以自定 把这边改成0 0的话是指的是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的把它转换成文字的格式 所以它一个两个三 你会发现三个0之后的话 它这边就变成084 有没有 OK 那我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 084 OK 但是问题来了 请注意一下 我刚刚做的事情 所谓的格式是表面上 实际上呢 还是84 所以如果说你要能够让它怎么样 真正的把里面的东西转换成084的话 你必须用什么 用TEXT的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说呢 你表面上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真的帮你把它转成084 OK 那怎么转换 我可以在旁边 这边也空一栏 在这边 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TEST函数 TEXT 然后呢 我把资料给它 这个好了 7给它 这个是Value给它 但是我希望转换成三码的话 你记得 TEST请你先双以后 因为如果是看到TEST一定是自串 那把刚刚的000放在这里 就OK 也就是说 刚刚那个格式呢 如果你真的要转换成084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透过TEST 把值给它 再给它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呢 就是刚刚我们按右键 制定里面那个东西 你就把它放到这边 只是情况再加双引号 差别在这里而已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007就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是真正已经帮你转了 不是说只是还是里面是7哦 所以如果一利用同样的逻辑 我们把刚刚的公司稍微改一下 怎么改呢 先把那个留下这个REP 所以其实留到应该到这边吧 一个减的符号 后面这一串delete掉 先打个勾 哎 有没有 0911084 这个先把它改回 不然这样看起来 好像以为是是不是真的把它改 改为动用 OK 那如果我要把后面串 我可以不要REP 我用TEST AND TEST的放后面的话 就是串接一个TEST 在这个后面 所以游标放这边 点一下TEST 他会帮我把TEST 放到这个后面来 然后你跟他讲说 帮我把84 变成084 所以双引号 两个移到中间 那格式的话就三个0 他就真的帮你把84变084 并且丢回来这里 按确定 有没有 084 那如果后面的话呢 一样嘛 把这边怎么样 复制 贴到 跟刚刚一样 只是后面会发现 突然公式变短了 刚刚是一串一堆 现在不用了 复制 所以我要Ctrl C 然后这边Ctrl V 贴上 记得 这个可能要稍微熟 因为我发现同学最大问题就是不熟了 就是常常想半天 或者是漏东漏西 这边改成H4 打一个勾 向下填满 完全就完成了 OK 如果相对 如果两个比起来的话 刚刚这么长一串 现在的话呢 稍微短了 而且逻辑好像变简单了 所以其实解决问题的函数很多 但你不要用比较复杂的 尽量用简单的方法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TES 我刚刚这边是 你可以先在旁边练习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加到这边来 那试一下 来后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来 所以刚刚把那个REPT加LEN 转换成那个TES函数 好